原标题,摩擦不断,俄外长,乌总统准备12月底在俄乌边境发起挑衅俄罗斯卫星网12月17日消息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书衬,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准备12月底在乌俄边境发起挑衅。 12月10日,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法案,在2019年4月1日之后,不再延续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。 巨央市新闻报道,波罗申科说,终止乌俄友好条约不是一个小插曲,这是乌克兰宇旧时代告别的标志,是转向欧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巨处